区区一个小护工 只是给赌王擦了两年身子 就轻轻松松老走一碗资产 邓永诗究竟有何来头 要知道 赌王早就在私人护工这里栽过跟头 三太陈婉珍 正是从一个不起眼的私人看护上位 被赌王看对眼后 立马扶持为三房太太 而这背后却足足坏了 两个女人的完美计划 因为陈婉珍这个私人看护 还是大太太李婉华一手安排的小人物 本来打算给赌王显殷勤 顺便时时刻刻关注自家男人 可是想不到陈婉珍早就叛军 背后偷偷成为二逢蓝琼英的盟军 没少通风报信 谁料两个太太都被陈婉珍给耍得团团转 前一秒还声称对赌王不敢有非分之想 下一秒就沉浸在赌王的怀抱里 可是在赌王后宫争斗的豪门中生存 陈婉珍时时刻刻都要夹起尾巴做小妾 丝毫不敢得罪两个太太 当赌王年到八十时 身子骨越来越差 甚至出门只能坐上轮椅待步 三太陈婉珍为了能彰显她阔态地位 把招聘女护工的任务握在手里 千挑万选找到邓永诗 毕竟在所有人看来 邓永诗完全就是个长相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压根就不相信这样的女人也会是赌王的下酒菜 可是想不到赌王胃口倒是挺重 压根不在乎邓永诗的长相 一日日擦身子的照顾 反倒是让赌王更加关注上对方 而邓永诗压根就不是个傻女人 背后的心机和手段一点都不说三太陈婉珍 但是被赌王宠幸的神采奕奕的邓永诗 却对赌王五太宝座丝毫不感兴趣 毕竟他背后预谋了一个赚大钱的计划 赌王何鸿燊也是有看走眼的一天 拿着上一资产 却砸不出来一个五太 小护工邓永诗背后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密谋 邓永诗长相平平无奇 要身材没身材 要长相没长相 可是却偏偏赢在了赌王的心坎上 毕竟赌王向来风流 在已经八十岁的年纪里 却还看上了小护工邓永诗 但是对方却压根就没有争夺五太宝座 只是不拒绝赌王的嗜好 毕竟自从邓永诗坐上 赌王私人看护位置后 整个人愈发贵弃 当初的小布包 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就得到了赌王的爱马仕包包赠欲 而当时对于三个太太来说 似乎压根就没有把邓永诗这个女人放在眼里 因为谁都没有猜测到她背后的小心思 大太太李婉花早就因丧子和车祸之痛 完全不乐意在理会后宫争宠 二太太蓝穷英 实则完全没有把邓永诗放在眼里 因为她也没有想到赌王会被勾走魂 四太梁安琪正处于赌王的宠爱中 甚至认为邓永诗这个小人物 完全不需要他去防备 可是邓永诗两年就捞走上亿资产 却是明晃晃的证据 因为除去赌王相赠的名牌包包和珠宝钻石外 还有从未对外公开过的房产 直到两年后 长枪短炮的狗仔 把五太太的头衔明晃晃的 安在邓永诗头上时 外人才终于见识到了邓永诗 这个女人的不简单 而也正是往后 邓永诗彻底变成了三房太太的眼中钉 肉中刺 可是当太太们联手对付邓永诗时 对方却笑笑白手离开 因为她压根就不乐意 坐上赌王五太太宝座 拒绝做赌王五太 转头嫁给初恋男友 奖励自己一套1300万婚房 谁料13年后买出 妥妥赚到手2300万 区区一个小护工 背后究竟有何手段 其实早在小护士邓永诗之前 早就有一个大美人 差点坐上赌王五太宝座 此人正是迷倒万千男人的励志 这其中也不缺乏赌王何鸿燊的追爱 当年励志仅是凭借一支五的时间 就分分钟拿下了赌王何鸿燊的爱慕 可是对于四太良安琪来说 他自然十分不乐意 毕竟当赌王取他进门时 分明承诺他保准是最后一个太太 跟我第一次跳舞的时候 我已经说 我就认定是你了 我不要再找其他的舞伴了 那么多年我找到你是最好的舞伴 我心里就很舒服啊 很开心啊 谁料 梁安琪的阔太太宝座 还没舞热火 赌王就转头看上了励志 为了保证家产不被分走 梁安琪干脆联合 二方蓝琼英 在动用对方亲哥哥的江湖地位下 对励志下达江湖追杀令 并且导致他快速推全 跑到国外保命 可是二十年后 谁都没想到 竟然又跑来一个小护工争宠 但是邓勇士却一点都不傻 对于他这个没地位没长相的女人 即便坐上舞太太宝座 想必后半辈子的阔太日子不会好过 倒不如捞点钱财走人 过上后半辈子 不为钱发愁的富裕生活 确实邓勇士倒是格外清醒 在照顾赌王两年后 嗅到了三个太太的杀意后 他直接全身而退 丝毫没有招惹到对方发火 而他却抱着上亿资产 转头嫁给初恋男友 举办盛大婚礼的背后 拿出一千三百万买婚房庆祝 时隔十三年后 邓勇士豪宅卖出三千六百万的高价 妥妥赚到两千三百万的他 再次现身 不难被外人佩服他的清醒 与其在豪门争闯而陷入宫斗 倒不如拿着大把钞票 远走高飞去过想要的生活 这难道不是外人都羡慕的躺平生活吗 这状态 我也是